大家好,我是Dane 昨天在韩国综艺节目 乞过我来写玩接龙游戏的一个片段 很少了韩国论坛 让网友们都爆笑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 先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韩国的政治 首先美国一直以来最大的两个政党 就是民主党与共和党 台湾的话一直以来应该都是民进党与国民党 而韩国目前最大的两个政党就是 左派的民主党与右派的国民力量 但是韩国政党有一个特征 只要一个政党犯了很大的错 就说要内部改革 统合其他小党改革体制 创立一个新的政党 但是在韩国的国民眼里 只是那和党改了一个党名而已 里面的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目前韩国的执政党是国民力量 他的前身是自由韩国党 而他的前身就是 秘密在节目中说的 这帖努力党是 帕克内前总统在任的时候的执政党 在帕克内前总统弹劾事件之后 当时的执政党帖努力党 也是被国民们骂的都不行了 所以他们就将党名改成自由韩国党了 之后变成了现在的国民力量 不知道在其他国家是怎么样 在韩国包括总统只要是搞政治的人 都是会被国民们骂 支持右派的人会骂左派的民主党 支持左派的人会骂右派的国民力量 所以一般来说 IDOL们是绝对不会碰政治 因为你不管支持哪一边都会被另一边骂 当然也没有人会问IDOL们的政治立场 所以在韩国任何一个节目中 几乎完全不可能会有IDOL说出 任何一个政党的名字 但是今天秘密 一开口就说出了左派的民主党 让整个现场都不知所措的爆笑 然后还没喘一口气就说出了右派的才能力党 甚至也不是现在的党面 而是之前发下大错的政党 然后最后说出了共产党 我知道就算这样解释 还是会有很多人无法理解 这个到底哪里好笑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目前为止是今年综艺最好笑的片段 民主党才能力党我还能忍住了 万万没想到会说共产党 而让我爆笑 在这里证明了IDOL们真的很会保持政治重力 对于恐怖的称制没有偏向一边 最后还说了共产党 在韩半岛宣布政治重力的秘密 在喊民主党的时候就好笑了 哇最后共产党真的好久没这样流泪的笑了 哪样色看出会诞生Legend 所以时间都过了也在等待可可 制作组拍完这个后会有多幸福了呢 可可真的是Legend港 所以大家能稍微理解为什么很好笑了吗 都是我的说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韩国推特引起热议的twice影片 twice最近在日本举行了巡回演唱会 而塞满了整个体育城的粉丝们 为了买周边商品排队的粉丝们 看起来非常壮观 然后当天在演唱会上的一个片段 在韩网引起了热议 Mina身材疯了 姐姐 肌肉好羡慕好帅 Mina某某1 to punch疯了 1 to punch 要没收他们的护照 我看完这个后 无限反复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真的非常好听 1 to punch 2 to punch 比较转损 2は 3 是 好 不 IC 独门